今日傳媒引述消息說 長實集團決定出售中環中心給中資財團 市場關注李嘉誠出售資產 是否意味著香港商下價格見頂 超人投資開始轉向呢? 中環中心位於港島皇后大道中 樓高73層是中環地標之一 由長實集團持有七成半權益 去年10月傳媒報導說 中資財團和長實初商以357億港元的價錢轉讓 但長實認為合理價應該更高 直至近日才談到以402億賣給內地食油企業為首的財團 中區商下供應緊張 地標商下集中在英資香港置地手上 華資亦都佔據相當數量 只有少數中資成功插旗 今次中環中心成交價打破了商下單一成交金額最高紀錄 平均每呎造價要33000元 2014年底 在恒大地產在華人置業手上買入灣仔美國萬通大廈 動用了125億港元 平均赤價要36000元 實際上一棟整棟大廈的商業主 甚至分層的商業業主 他們今天要賣走他們的商下 高於市價10%左右是很容易的 即是隨時有主要賣了 除了中環中心 李嘉誠近年把香港和內地幾項資產 包括和基電訊固網業務 屈臣市和上海陸家咀細紀匯都賣了部分權益 總共涉及超過1000億港元 另一方面 李嘉誠就加碼收購海外資產 2013年以來投資大約1500億港元 這些資產主要是在英國 涉及基建、能源通訊等的領域 作為香港首富 李嘉誠的投資動向一直受到港人關注 假如今次落實出售中環中心 雙數亦會引起市場人士討論 超人的投資有轉向